我蓋了這房 他就會把我房門給辦好了 房門蓋上 不是 他給變在他們家了 我不知道這到底誰幹的事 現在李先生和岳母 以及三個小姨子鬧得不可開交 甚至行同陌路 親情的突變 讓李先生的妻子趙女士 也變得無所失從 我裡外不是人 那時候我想走一遍 我實話跟你說 真的嗎 我想走不跟你說 那誰你不是愛你 那誰要這麼解決我 我承諾我在現場所說的 每一句話都是真實的 如有不實 我願意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請說出你們的訴求 我要討回一個公道 追回我被人情愛的利益 訴求就一句話 討回公道 追回屬於自己的利益 誰侵占了您的利益 我岳母還有三個小姨子 這等於是媳婦家的一家人 對 對 所以您其實是不是現在感覺挺 夾在中間挺難受的 我家裡外都不是 在這家不是人 在我們家還不是人 在外頭都抬不起頭來 人家現在是一個不守誠信的人 等於妻子的一家人 侵害了您的權益 還是你們家的權益 侵害了我們家的權益 屬於二位這個小家庭的權益 對嗎 說到這兒其實 太太挺委屈的 都要流眼淚了 那我想問問 這個權益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14年我們拆遷 11月份 當時呢 因為我這個 是 92年蓋的房 93年那個農村土地房屋登記 始終登記完了 他也沒住戶登記 也沒 這房本始終就沒發放 到14年拆遷呢 我們樓房裡搬上 需要拿這房本 上那個拆遷公司 那個什麼的 叫交換樓房 我一發現我們家 因為是一個四合院 正房 登記在我媳婦名下 倒座房 登記在我岳父的名下了 我14年拆遷抗制了 我一直住了20多年 這房子是原本屬於 您這邊的是嗎 對 我92年家 是您的股宅還是您的 不是 批的 批的 批給您的是嗎 對 不是批給岳父家的 不是 跟他沒關係 所以您發現 這已經變化了 有一部分登在岳父名下了 對 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個事 就要不拆遷 我們始終還在那住著呢 我們始終在住 住了20多年 快30年了 這房子一出來 本是人家才有一個 您知道嗎 不知道 您也不知道 對 這事其實跟 批遷全制度的14年 這事應該是跟 剛才我問過先生 跟您的父母那邊 都沒關係是嗎 跟您娘家沒關係這個院 沒關係 所以突然有了 這樣的一個變化 當時知道這事的時候 是什麼感受啊 怎麼想的呀 當時有多頭緒了 李先生很疑惑 房子明明是自己建的 怎麼會登記在岳父名下 是錯登記還是另有原因 李先生想查清楚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接下來 和岳母一家的溝通 並不順利 甚至讓李先生夫妻倆 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就是 Com 雖然